不要再买二手苹果手机了 据工信部进入一份全新的报告 国产手机上半年总共生产了5.7亿台 而上半年只出货了1.3亿台 还有4亿台的库存 买二手苹果手机本质上就是图一个性价比 便宜 耐用 好用 因为现在的人其实大部分都比较务实 但自从飞扬没有外板机器之后 二手的i4也逐渐失去了它的性价比 春江水暖 押先知 像我们这种做回收的就知道 没有外板的低价机和我们做竞争的话 像这种2000档左右的机器 什么XR啊 XS Max啊 11啊 11Polo啊这些玩意儿 一台原地升值一顿火锅钱 而且最近我也被那些饥渴的如狼四谱的同行 喜结一空 至于12全系列和13的全系列 价格倒是变化不大 可能本层价格太高 要拖动一点点没什么感觉了 也有可能新款的手机确实没有什么吸引力了吧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反正2000左右的用起来也都没什么区别 说到这里啊 就是有没有一种可能啊 就是我只是说一种可能啊 第一就是你们将你们手中的苹果手机 全部卖给我们 然后去支持一下国产手机 哎又解决了这个国产手机的复存问题 也解决了苹果手机通货紧缩导致的价格提升问题 恶龙凤出不过耳耳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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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